噢 似乎我按著它來說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大家好 歡迎收看EG大哥仔 大家都看到這個標題 就叫做潮語教室貴球 沒錯 這條片是我貴球你們教的潮語 你中服 我真的對最近的潮語完全沒辦法 以前讀書的時候 就跟朋友說 全部都是潮語 但問題就是現在慢慢長大了 我現在的朋友還會說一些潮語 他們好像比較懂 但有時候我也不太明白他們說什麼 我有個例子 例如這個 認真呢 認真呢 現在的人是說的 前一陣子我聽到的還是認真呢 很容易明白 就是你認真的 但是近一陣子不知何時 已經變成認真呢 我最初一聽到的時候 我就以為是 什麼和呢 可能一次兩次打錯 但問題就是 越收越多認真呢 那我就在想到底他們打錯 還是 那個字進化了 變成了 那份認真去哪裏呢 我覺得可能 讀得順口一點 其實還有一個很發人心醒的故事 發我心醒 主要就是 我和我的朋友 一群出去玩的時候 有些消息突然之間出現了 那我為了表達我的驚嘆之意 那我那時候就是 O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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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這個時候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是不是 拿美 我忘記了是不是 那如果我記錯了的話 那不要生氣 那我純粹我記錯了 那我記得那個心情就是 其實我很不想相信那個人 但是他的年齡 他跟我說這句 又十分有說服力 他跟我說了一句 Hahaha EG OMG 已經是外國人 在十幾年前用的了 我那一刻 直接崩潰 那當然我那時候的崩潰 收到心裡了 我心想 考慮現在還在用的嗎 OMG 那我聽完之後 就當然是處面不驚 但是其實 我自己回家 就真的很好這樣想 我真的太過不懂現在的潮語了 所以在這條影片 就貴求你們留言 告訴我 到底有些什麼潮語 那你們列出了潮語之後 就解釋吧 那為什麼要解釋 你不要再給我新的東西 就完全不告訴我 還有呢 我一向都很少會拍這些 單獨說話的影片 不知道你們就喜歡不喜歡 如果我下次再有問題 你們有沒有興趣 給我問一下你們呢 是不是只有我一個 會這樣拍片 去問別人的 就是通常都是 告訴別人有什麼 我好像拍片問別人 那記得share 給多點朋友 那讓他告訴我 到底有些什麼潮語 我很需要學潮語 那麻煩幫幫忙救一下我 就你們阿伯了 那記得訂閱 EG大國仔 和我的團隊頻道 那Instagram 和Facebook 那都請多多關照 好 下次有些什麼 不明白再問你們 不過我什麼都知道 很冷靜的